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孙艺针反差萌一 高中都抬头睡觉 竟然是因为怕脸变大 孙艺针的外表像仙女 不过学生时期也是很重恶傻萌的一面 孙艺针国高时都是独女校 高一的时候 孙艺针就对时尚美貌方面很有兴趣 当时学生之间流传一个谣言 据说如果上课趴在桌上睡觉的话 血液会集中到头上 这样脸就会变大 所以当时孙艺针打瞌睡都一定要抬着头睡 这感觉应该是老师要大家上课不要睡觉 随便讲讲的传言吧 没想到当时傻傻的孙艺针还是睡了 只是换了个不太舒服的姿势 孙艺针反差萌二 和好友狂互抢 孔小镇 孙艺针有点傻 孙艺针在娱乐圈内有一群很要好的女演员好友 像是孔小镇 李明廷 严志愿等人 其中孙艺针和孔小镇真的超外互抢 而且内容都超可爱 主持人问孔小镇 好友孙艺针是什么样的人 孔小镇想都不想地表示孙艺针有点傻 孔小镇表示孙艺针私下有点小白目傻傻的 不太会关注到周围 像是去餐厅时 孙艺针想叫服务生 会很大声地呼叫服务生 这里请给点水 请快点上菜 买东西时 孙艺针也会跟老板杀价 孔小镇表示孙艺针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 因为喊服务生杀价这些东西他都做不到 所以觉得孙艺针很厉害 主持人又推坑 要孙艺针也讲一个孔小镇的秘密 孙艺针表示我一开始认识姐姐也被吓到了 以为姐姐是比较平硬近人的形象 没有想到有点刻薄呢 这两个顶级女演员的互抢实在是太可爱了 延伸阅读孙艺针38岁素颜颜美爱得迫降 北韩戏素颜拍 孙艺针五官零缺点却不喜欢这部位 孙艺针反差萌三旅行都和女生朋友去 连新婚旅行都跟这群闺蜜真的很强互抢 颜志愿孔小镇一起上节目聊到蜜月旅行 颜志愿说之前孙艺针发了马尔大夫的美景照给他 说想一起去旅行 结果颜志愿呛说 这应该跟男人一起去吧 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去 颜志愿也说 孙艺针跟孔小镇很像 两人都会希望和男友一起去旅行 但现实是都一直跟女生去旅行 悲伤的旅行 后来他们的另一位好友李真贤上节目 聊到自己的新婚生活 李真贤说 结婚时孙艺针发了很多祝福给他 连新婚旅行也一起来了 原来是这群好姐妹们一起去参加了李真贤的新婚旅行 这群姐妹们真的很爱一起旅游呢 连人家新婚都没能幸免 孙艺针反差蒙四 放假可以两三天不洗头 和超仙的外表不同 孙艺针上节目曾透露 放假时她可以两三天不洗头 虽然让人有点小惊讶 但这其实也和孙艺针女演员的身份有关 女演员们只要工作 几乎都要做上好几个小时的妆发 到了放假时间自然想好好放松 孙艺针也说 大家在家时应该也会偷懒 不想洗头吧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这样的 觉得我奇怪的人才真的奇怪 这样任性潇洒做自己的孙艺针真的太帅气了 孙艺针反差蒙五 没人能超越经典傻瓜五 其实孙艺针真的超有综艺感 最近孙艺针上无限挑战时 曾展现过舞蹈功力 一开始孙艺针跳的舞还比较正常 虽然看起来有点小小僵硬 但还是可爱 没想到后面孙艺针展现了傻瓜五 孙艺针这个傻瓜五 我之间笑到病鬼了 这傻瓜五实在太喜感了 我已经重复看了十几遍了 孙艺针反差蒙六 出道前曾出演约会节目 大家对孙艺针的印象几乎都是很早出道 年少成名 不过孙艺针拍戏出道前竟然出演过约会节目 当时孙艺针作为朱英勋的粉丝 配对道 孙艺针展现了努力积极的样子 所以最后也有被对方选中 当时的孙艺针和现在几乎没有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